这两个小小小的说会多一点点 因为我们毕竟今天好像第一场首播了半场 好 我们来看双方的战斗 首先介绍一下双方的阵 双方的对 双方的队伍 我们是金熙和熙对无双 金熙和熙对无双 然后双方的选手都已经就位了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选将 这边 一号位观星张包 四号位张松 对 二号位的朱衡和陆继 对 朱环 朱环 对 咱们总是念错这个字 这个关心张包 导播得给我们看一眼 是哪个关心张包啊 因为关心张包有很多个版本 可以在两个杀当作杀石油打出 然后造成伤害后 本回合获得五胜和咆哮啊 这个是那个比较凶的那个关心张包 对 因为关心张包有很多 我知道了至少有两个 对 就是新关张可能是 对 因为他有五胜和咆哮之后呢 其实整体的火力输出啊 就是可以实现秒人的 对 因为你看张松给两张之后 就是关心张包起手 等于是五张牌 五张牌给两个 七张牌 七张牌 两张牌 杀张松还剩五张牌 这五张牌打在一个点上 有可能就要要人命了 但是这五张牌如果打在一个点上 那个人没死 这事就麻烦一些 现在呢 不知道关心张包有没有很后悔 没有选择第一道就直接杀朱环 但是确实可能不敢赌这50%的概率 因为如果赌赢了的话 那其实张松还能少掉一根血 朱环可能还要死 朱环如果死了 张松可能少掉两个血 所以可能本来是一个三血张松 现在变成一个一血张松 但是还是说不该赌的时候不要赌 但是从结果来看 我觉得还是比较惨 这朱环刚闪过吗 您注意看了吗 没闪过 那就是如果不打张松的话 这个确实已经很有可能带走了 可以说 对 如果路继命逃了 而且确实大概率我就打不死 为什么呢 就确实大概率没有闪 因为朱环在最后一到的时候 依然选择了吃桃 没有选择出闪 而常见情况可能选择出闪 把桃回后 吃桃来补个血线 所以不管 果然从门手带看到 也是没有闪的一个情况 这个就是真是赌输了 对于关心招包来说 确实是赌输了 赌输之后的代价很惨 通常来说这种局 你正常的关心招包上架 起手 如果你想发动 你记得 我觉得会大概率都会打队友了 是啊 就是开技能 你就是为了开一下 但是问题是 失败了 这个关心招包 我印象中 之前在排位的时候也有出现过 但是它有一个固定的锁死组合 就是它不会跟寻遇出现在一起 因为你可以想象 如果一号位关心招包 然后四号位是寻遇的话 不会太凶了 可以不停地补 是的 这边关心招包 居然还有下一个回合 它居然还能行动 但是它可能 一个极力低血 第一手把橘子切掉 第二刀 这个张松真是命大呀 居然没死 哎呦 没有第二刀了 没有第二刀了 没有第二刀 那你打个 打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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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情况下 关心张包 咱们那个别的不说 朱环艰难的熬过来了 对 就别的不说 就光一个路径 你也未必打得过 而且它是三 还是满橘子的 三个橘子 是的 朱环这边有一个 手牌也有了闪 朱环这边 跳阶段的 这个三个条件 一个是牌最多 一个是装备最多 还有一个是什么 血最多吗 排最多 装备最多 排最多 装备最多 没有 手牌最多 嗯 跳过 手牌多 手可以跳出牌 应该 我们回来看吧 反正朱环 你看 就给你那道武将 说不让你扔 不让你扔 肥给扔了 你看现在 想查一下 都没劲看得着 没关系 咱们今后这个赛季 肯定会跟朱环 有很多的交集 所以到时候再看 也来得及 那我们先 要恭喜第一场比赛 无双这边 获得了胜利 这场比赛 其实赢得比较轻松 可以说兵不雪刃 因为重点不在于 朱环这边 跟陆季这边 怎么去切掉对手 而是在于 关心张包第一手 没有这个 第一波输出 没有成功 没有完成击伤 对 所以我们存活下来 你看这个张松 他对吧 受那么多伤害 其实有了解伤害 完全是因为 线徒自己受的 还有一点伤害 是被朱环打的 所以换句话说 你没理这张松 自己都已经求逃了 你这能打张松 多少血吧 张松其实没怎么掉血 伤害全是人家 自己自己去造成 真是好惨 真是好惨 我们来看一双方的 第二局的战斗 你后续可能得 下一个十周年了 好的 因为里边有一些 那边的物件 确实是 比如什么 刚刚咱们看的 那个张秀 是的 确实是 那个账号 那边你有账号吗 没有 没事 你拿这号 给你当灯上去 灯上 当然就是 就是为了看武将而已 对 然后这边 孙权在责政场 然后第一次出现 一个流协 这边是 14号位孙权潘骏 孙权潘骏是一个 非常强大的组合 因为以孙权的 过排量 如果说不能触发官威的话 那是比较 罕见的情况 那 这边是顺谦 然后挂简一马 是已经官威过了吗 没有啊 这是什么意思 我刚在看朱环的 不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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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阶段要求 所以没有 这官威不了吗 这个事我有点 没反应过来 这事我这么没反应过来 咱们咱们走着看吧 好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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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权潘骏是一个 非常强大的组合 在 在实战中 因为孙权的过排量 能够特别容易 跟潘骏达成官威的配合 而且呢 就是多一个配合 多一个官威之后 孙权的吸引人的制衡 效果就特别好 过排量特别大 对 我们之前跟大家 稍微的聊过一两句 说什么样的武艺 武将适合跟潘骏来配合 答案是两种 就是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叫 我能够特别容易发动官威 或者我发动官威难度比较低 这种武将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 摸排量多一些 第二呢 我有转化技能 就是 我比如说啊 正常人摸到了一个简一码 然后 比如摸一吃处码 就只有一个吃处码 能触发官威吗 正常人类肯定是不能 但是谁可以呢 关羽就可以 挂简一码 把简一码杀出去 我挂了射出码了 这是一个红桃的 把他杀出去的一个 说关于黑桃马 正常人肯定不行 谁可以呢 许火 干凝 这都可以 所以这是一个维度 说他触发能力好一些 总之我用了 对 或者摸排能力多一些的武将 过排大一些的武将 这都有可能 出发官威 比如黄盖 对吧 黄盖呢 跟潘骏配合 出发官威的可能性 就高一些 因为我苦肉 多摸三张牌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孙权满足这种情况吗 是满足的 因为你能够 可以把没用的质量 对 因为你制衡的牌多 所以你骑手五张牌不行 重新全制了 换成六个 总有机会去 配合到官威的牌 两个或以上 点数一样的 对 花色一样的牌 这总能完成 那第二个维度是什么 第二个维度叫 我多一个出牌阶段 好处更多 我们举一个例子 说正常人类 你多一个出牌阶段 你能干嘛 你未必能干嘛 你挺多多出张杀 差不多了 但如果是个貂蝉呢 多离间一下 是不是就更强了 是的 如果是个成功 多名测一下 是不是就更强了 确实是 那作为一个孙权 我是不是多制衡一次 这事特别厉害 是的 对吧 那这样一来导致的结果 大家可想而知 就是孙权跟潘俊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优秀的组合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打成了这个样子 对 我现在再重新看 因为我们比赛有个延迟 我再重新看 这边的组合 先交的是草花的铁锁连环 这牌需要先交草花铁锁吗 先交的草花铁锁 然后直接制衡的 然后出去黑桃 出手先行 他有一张黑色的草花铁 行了 不看了 不看了 不是 他是看花色 是的 他得要杀着黑桃的 杀着黑桃的 这个牌不用看了 就是你其中五张牌 只要不成功 第一步制铁锁 第二步全制 就不用看了 你还能出牌 那就别混了 你就赌后边能赌草花铁 也就是说刚刚孙权 其实是没有 看不了 看不了 这个孙权看不了 对 这个孙权看不了 怎么可能这么出牌 对吧 怎么可能这么出牌 对 这局输吧 必须得输 你这局不输 不足以平民愤 兄弟 你不输的话 这一局天理难容 你这个孙权必须死 这一局 起手第一回合 孙权攀进的组合 让你打成这个样子 他是没有 他是没有意识 去找官为牌 他是想 我先把草花铁锁连上了 我再制个草花纱 很难吗 很难 完了呀 不可以这么思考的 就是那 那 一定是先 铁锁先换一下 对 一定是先换铁锁 看一下成不成 不成全扔了 重新来六个 看成不成 再不成 我认命 但是这种 这种维度不成 是很难发生的 你需要特别好的运气 或者需要特别差的运气 才能够这么着做都不能配合官威 这种难度其实是很大的 因为你国牌非常大 但他的做法是什么 是他默认说 我觉得草花牌应该很多 我摸个草花纱很难 不难 所以我先连对面了 练完之后再制衡 对吧 这真的不行 不开玩笑 他想要草花纱也 那么好治的吗 对呀 不要这么去思考问题 因为这个产生的后果是 是你可能没法忍的 这个后果真的没法忍 这个牌 因为我第一会看的时候 我觉得问题很严重 我在思考到底发生什么 所以说我们正确顺序 应该是先换铁锁 看有没有可以官威的来 你说你多一条黑条杀 你换铁锁 换回黑条顺牵来 或者换铁锁 换出一个黑条的解一码来 或者换出一个黑条青龙刀来 都无所谓 配合能上了 上完官威了 再制衡 就达成官威了 再全制 都没问题 如果能再杀一刀就更好 不能杀就算了 是的 对 那如果突然贴索了 不能达成官威 全制 追求官威 官威成功了 然后到新的回合再说 如果你特别巧 说我全制完之后 除了能官威以外 还能杀一刀 那就早点杀一刀 如果更巧 杀一刀 杀吕布 那就杀吕布 这是一个相对正常 合理有效的排序 行吧 那我们这个比赛 先到此告一多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一会儿再继续我们的战斗 说一下比分吧 现在比分是无双 无双是2比0 赢下了上半场比赛 无双2比0 赢了上半场 我们稍微休息 待会儿为您带来 下半场的战斗 一会儿见 下半场的战斗